催泪歌神杨宗伟 是的 是我主动要消失的 杨宗伟参加超级星光大道走红不久 得到与李宗盛合作的机会 那时有传李宗盛说 在华语乐坛 他最欣赏的歌手只有三个 分别是张学友 陈奕迅 以及杨宗伟 后来在一次节目中 老友王伟中问李宗盛 是不是这样讲过 李宗盛回答 原话不是这样说的 张学友代表一个时代 陈奕迅代表一个时代 每个时代的审美是不一样的 杨宗伟有机会定义一个 现在所谓唱歌好听的审美 2004年 胡年卫视开启的选秀节目 《超级女生》火爆全国 掀起了华人电视圈的跟风模仿 一时间 数十家电视频道 推出了同类型的选秀节目 华语流行乐坛 由此进入了选秀时代 2007年 李宗盛正在开理性与感性 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 台湾电视圈推出了选秀节目 超级星光大道 23岁的大学生杨宗伟 首次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就放出豪言 我妈给我这副歌喉 就是要感动全台湾的听众 刚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杨宗伟一排其刘海 五官缺陷完全暴露 节目造型师看了直摇头 观众也取笑他是山顶洞人 他很沮丧 为什么其他参赛者是王子 我就是山顶洞人 随着比赛进行 杨宗伟又出色的嗓音 征服了全台湾的听众 被听众认为是 拯救我们耳朵和情感的 大家很喜欢他在台上羞涩木讷 容易被感动哭的样子 杨宗伟很快成为 星光大道上的人气王 当年五月 报纸登出第一篇 关于杨宗伟的报道 大赞他好会唱歌 肖敬腾来踢馆 挑战杨宗伟 两人斗得难舍难分 肖敬腾也因此名声大噪 两人合唱的背叛 在一周内冲上台湾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的冠军 那时只要是杨宗伟 每周在超级星光大道 演唱的歌曲 在台湾KTV的点播率 就会立刻上升 当时有媒体预测 杨宗伟将会是 台湾流行音乐的明日之星 不过明日还没来 是非先来了 两个礼拜后 杨宗伟被曝出年龄造假 因为曾被退学 服兵役 先后入读三所大学 实际年龄已经29岁 接着他因变造身份证 被台北地检署判为 伪造文书罪 或还起诉 杨宗伟在接受 义务劳逸处罚时 粉丝蜂拥而至 警局怕出乱子 多派了数名警员护驾 后来杨宗伟 站回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承认错误 并主动退赛 他在台上哭着说 当时只是想唱歌 于是用了一个 大四学生应有的年龄 写报名表 粉丝请求他不要退赛 全场的人都跟着他一起哭 离开星光大道 2007年11月 杨宗伟签约经纪人许安静 2008年1月 阿信5月天 蔡建雅 肖黄旗 姚若龙等十位著名音乐人 为杨宗伟打造了首张专辑 《鸽子》 这张专辑 以七万张位居台湾地区上半年唱片销量排行榜第一位 单曲杨聪 获得台北之音 黑ITFM年度 白手单曲票选冠军 杨宗伟唱着 如果你愿意 一层一层 一层地拨开我的心 你会发现 你是我最压抑 最深处的秘密 因极具感染力的哭腔 被称为催泪歌神 事业正好之际 杨宗伟和经纪人许安静却产生了摩擦 许安静指责 杨宗伟凭超级星光大道走红后 耍大牌 玩失踪 搞对抗 还曾因不信任公司 伪装宣传人员向主办单位探问酬劳与合约细节 杨宗伟则向法院申请 提前终止跟经纪人公司的合约关系 亦有所指的说 大家在选合作对象时要很小心 要保护自己 前辈白冰冰出来做合适老 说不动杨宗伟 无奈留下一句 小孩太浅见 可惜了 杨宗伟和许安静这场合约官司持续了一年 直到2010年1月才落幕 杨宗伟的事业也停滞了一年 和他同期星光大道出道的肖敬腾 已经凭借王妃登上了各大排行榜的冠军宝座 与许安静分到扬镖后 杨宗伟与金牌经纪人葛福洪签约 葛福洪问他 你想要谁当你的制作人 杨宗伟脱口而出 李宗盛 于是葛福洪安排杨宗伟去北京和李宗盛合作 此时的李宗盛一边忙着和罗大佑周华健 张振乐组综观线 一边赶来给杨宗伟制作原色 打造原色 李宗盛只准备用四个乐器 他想给杨宗伟做剪法 希望他退回到最简单的音乐状态 李宗盛采用了杨宗伟创作的三首歌 准备唱的时候 杨宗伟发现歌词和曲被改了 他打算和李宗盛谈一谈 李宗盛没给他这个机会 进了录音室 杨宗伟把他的技巧全部拿出来 李宗盛一听 两个礼拜没理他 第一首歌就录了一个月 李宗盛指着他说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会唱歌 我知道你们这些选秀歌手 都以为自己很会唱歌 杨宗伟讲笑话 想讨好李宗盛 李宗盛还是冷着一张脸 受到打击的杨宗伟感到身体不适 晚上给葛福宏打电话 说他想回台湾 又跟李宗盛说 北京天气太冷 我感冒了 喉咙很疼 杨宗伟当然没回成台湾 接下来和李宗盛的相处 变得很别扭 李宗盛再来和杨宗伟谈作品的时候 不论李宗盛给什么意见 杨宗伟都是 可以啊 谢谢大哥 最后两人有什么话 都通过执行制片人传达 葛福宏仍在台湾 心系北京 提醒杨宗伟 应该给李宗盛一些鼓励 于是杨宗伟写了长长一条短信 莫尾写 大哥我爱你 李宗盛没回消息 录制最后一天 李宗盛要赶回家给女儿做饭 没有跟杨宗伟交代 在录音室外 跟工作人员告别就走了 杨宗伟录完出来 推掉了和大家的饭局 买了第二天最早的班机 次日清晨 在计程车去机场的路上 杨宗伟大哭了一场 后来很长时间 他都不愿意再去北京 第二年 李宗盛在《王伟》中的节目里 聊起了杨宗伟 李宗盛说他不喜欢杨宗伟的哭腔 这种风格放在他的制作里 是不合适的 太讨好观众 他告诉杨宗伟 不要为了衣顺大众审美而做音乐 这边 肖敬腾势头正好 台北小剧弹场 再次上演门票开卖秒杀之后 加场售票 再秒杀的盛况 2013年 肖敬腾历时一年八个月的 世界巡回演唱会圆满成功 杨宗伟决定赴北京寻求发展 参加了综艺节目 《我是歌手》 在《我是歌手》比赛中 杨宗伟违背经济公司意愿 选择了市场传唱度不高 风格也不太适合他的矜持 如公司所料 他很快被淘汰 出师不利 他一度很沮丧 只能用总有一个人要被淘汰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想法来安慰自己 后来战上复活赛 杨宗伟还是选择了 比较冷门的流浪技 蝉 因为放弃了对输赢的执着 他在完全放松的情况下 发挥得很好 获得总决赛第三名 《我是歌手》 让杨宗伟人气翻掌 打开内地市场 这个机会 他仍然没有把握住 同年底 杨宗伟参加央视大型公益音乐类节目 《梦想新搭档》 前期选曲 他和搭档极客俊逸对歌曲不熟悉 一直到上场前 两人还在听伴奏背歌词 在台上 两人各自演唱 Sorry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全程无呼应 PK赛中 他们输给了之前比赛中排名靠后的 阿鲁阿卓和成林搭档 进入待定组 淘汰赛录制的前一天 压力挂大的二人 突然宣布退出 《梦想新搭档》比赛 导致节目无法正常录制 主持人萨贝宁在舞台上斥责 杨宗伟及可俊逸 觉得这是一个 他们难以接受的压力和挑战 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心理状态 去面对舞台上的搭档们 他们走得太匆忙 我甚至都来不及告诉他们 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真正比拼的不是音乐的技巧 而是音乐的灵魂和音乐的品格 就算了 但就算了 尤其外 å